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卡的快樂地步頻道 稍早在官方有釋出了一個這樣的影片 其中有分析到秦始皇的兩個迷思 那這兩個迷思分別為 秦始皇是不是適不適合帶雙子 跟秦始皇的實際倍率到底是超過幾倍呢? 好 這邊為大家上懶人包的解答 第一個 為什麼選雙子不好 因為雙子本身沒有對應到秦始皇的隊伍加成 那我們不如選魔族的常駐增傷 會是有最大的增傷效益 那在第二點就是 秦始皇的實際倍率是超過五百倍的 有達到一千倍這麼多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會完整的為大家敘述 到底為什麼 我們用數學的方式去 跟大家解釋到底實際上面的效益怎麼樣 好 那先感謝嘎明老師為我們解答這一部分 那我們就 我們在這部影片的底下 貼上這部影片的連結 所以大家別忘了去支持一下原影片 我們就直接為大家上懶人包好了 好 那 欄人包就是 這邊是直接有一個數據 如果說你選雙子的話是完全沒有吃到任何的隊伍加成的 所以他的實際倍率只有11000 那可是藍絲洛特他吃到一大堆的隊伍效果 像是秦始皇他本身的隊伍技能 就有1.8倍的加成 再加上 借王拳本身是4倍 然後再加上模組武尊龍科是提升1.5倍 所以總共是提升10倍左右 那來到了24000的基礎攻擊率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浮誇 這個攻擊力 所以 就以常駐增傷來講 我們選藍絲洛特的攻擊力遠大於雙子 不過問題就在這邊 藍絲洛特他必須要用疊加的方式 去疊加他的借王倍率 所以今天一旦關卡沒有辦法觸發 甚至把這個借王給斷掉的話 他就要從一倍開始累積 這時候藍絲洛特的效益 就比雙子還要來的低了 這是可以供大家去做選擇的地方 那藍絲洛特他技能在斷掉有兩點 第一個就是附加效果消除 第二個就是沒辦法對敵方造成攻擊傷害 攻擊力為0 就是直接攻擊降弛0的這種 敵方技能也會讓你藍絲洛特斷掉 所以藍絲洛特斷掉其實蠻多機會的 所以我覺得藍絲洛特在這方面也是蠻不實用的 因為這關卡實在太G8了 除非你要靠看關卡 關卡真的一路做球給藍絲洛特的話 那你就直接帶藍絲洛特吧 會比較暴力一點 好啦那其實說了這麼多 我覺得這兩個都不太適合 欸為什麼呢 後面其實有為大家分析到這一點 好這邊就是為大家分析到 如果說你帶借王的效益在哪邊 那雙子的增傷幅度不會超過1.5倍 然後藍絲洛特的借王權 這是全部加上去的喔 只有1.9倍的增傷幅度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說你的隊員帶上一個模組角色 那他的 呃長度增傷又大於1.9倍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考慮不用帶借王權了 或者說 你可以帶一個借王權 然後再帶上那些巫女 就可以讓這個借王權的效益更 更好這樣子 好啦那接下來就為大家推薦 就是可以帶的巫女 那這邊有敘述到 好 在哪裡 欸欸欸欸 我記得後面有 我找一下喔 他會有個增傷1.8倍也不錯 所以這些都是你可以去選擇的常駐增傷 那接下來要為大家談到第二個迷思是 是 秦始皇的實際倍率是多少 那這邊是 呃把所有所有的 因為我們表面上看到只有190倍的倍率嘛 不過實際事實上 你還可以把一些 隊伍技能啦 或者是天降的 呃效益算進去 這邊就有算到說 呃我們天降暗珠 強化珠的那個效益在哪邊 然後 這邊有舉例說 我們 我們雙射雷夫去消同樣主術的 珠子 然後 如果我們把隊長換成秦始皇的話 那燒到同樣珠子 他會 他就多了這個天降有沒有 他就多了這堆 暗強化珠的天降 所以 讓他的倍率直接 到最後可以提升到1000倍 在這裡 等等等於1000倍的隊長 對 所以整體 來講 秦始皇當然是破壞平衡的一個卡片 所以建議大家在過年的時候可以去抽啦 我想這部影片的主要目標就是 跟大家提醒一下這件事情 以上 就是官方影片的小小分析啦 如果大家還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情報 不要忘了下一個訂閱的按鈴鐺 下次有新的情報的話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那我是阿凱 我們就下部影片 再見囉 大家掰掰